一切虚幻不识 有几非有 然而不无虚幻显现 非有而有也 这是佛法比前面的世间善人看得更透彻 更彻底 更清楚了 真的是宇宙人生真相大本 所以他能够超越了 一切虚幻不识 一切法 佛法里面所说的 设法界一正状元 现在世间人所讲的 宇宙万有 宇宙万有的真相是虚幻不识 它没有一个尸体 但是它有相 有几非有 因为一切像怎么形成的呢 无量因缘形成 形成这个现象 现象存在不存在呢 不存在 真的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但是在我们感觉当中 这些现象都在面前 我们感到现象在面前呢 是因为现象的相续相 连续的现象 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错觉 误以为这个现象在面前 好像它还在存在 这个是错觉 这个是没有看到真相 如果看到真相呢 这个真相确确实实是不存在的 勒言经上说得好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当初的时间是极其短暂 短暂到我们无法想象 这是经上 佛举的比喻 像一刹那当中九本神灭 而四十真相呢 可能还不止 佛所举的比喻 只能比喻一个方法 而实际可能比这个速度还要大 这是我们从大乘佛法里头 世尊赦金的惯例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所以我们所感受到的 是一种相随相 连续的现象 然而不无虚幻显现 这个虚幻显现是不停的 不中断的 不中断的在那里显现 而显现的这个象呢 是会变的 什么力量在那个地方 使它产生变化呢 这个力量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就是这个力量 妄想分别之主在佛法里面叫十 所以是唯一心所信 真心能现象 刹那子能现象 唯一时所并 我们把一针法界 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 变现出来 变成这个样子 什么样的妄想 变什么样的境界 受法界的众生都打妄想 受法界里面的佛 打佛的妄想 变佛的境界 受法界里面的菩萨 打菩萨的妄想 变菩萨的境界 这个妄想 无量不变 因此所变的境界 就无量不变 这是四世真相 所以是非有而有 有而非有 佛这两句话 才把受法界 一针光眼 给我们说清楚了 说明白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